古语也有话,不患寡而患不均 现在世界疫苗供应的状况也是一样 先进国家,疫苗多到没有人打 过了期要扔掉 落后的国家连一针都没有 当然世界一向不公平 但是在疫情的角度来看 因为病毒,如果你由得它在一些落后的国家 尤其是人口很多的地方 不断地爆发的话,它就会不断变种 变种到一个地步,可能它的传染性更加增加了 最终它都会经国际航班 传入打了疫苗的先进国家,引起大爆发 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有人就提出,不如现在我们的疫苗是一针 不如可以分开两针打,这样可以吗? 即是说一针的分量,可能分开两针来打 这样就可以够多一倍人了 其实以前也做过这件事 在2016年的时候,在江果和汉哥拉 有一些很严重的Yellow fever 即是黄热病爆发 也曾经使用过五分之一分量的黄热病 即是一针就当为五针来打 这样就够多五倍人了 后来发现这个效果是OK的 保护能力是可以维持到的 Covid 亦都一样 究竟现在我们在用的疫苗的分量 是否真的最适合呢? 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潜在能力呢? 我们其实不用用那么强的分量 或者不用用那么多的分量 一针可以分几个人打呢? 当然现在我们比如说 但是如果分量大的时候 可能都是引起一些副作用 比如心肌发炎 疫苗的分量会不会有减低的空间 令到多些人可以打疫苗呢? 以辉瑞药厂来说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在研究疫苗的时候 他们就研究过三个剂量 他们研究过10、20、30个μg的分量的疫苗 最终就选了最高的分量 Modernia 也有三个选择 他一个是25 接着是100 以及250 Modernia 最终就选了100个μg的分量 因为250μg的副作用太大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些找出比较适合剂量的研究 Size 牵涉的人数很少 他能够找出哪些药的副作用 大到人们接受不了 但是不能够找出 产生足够保护的最低剂量 当疫情那么紧急 全球那么多人死亡的时候 药厂当然有压力 要尽快推出疫苗 就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去弄清楚这些事情 而且这么紧急的时候 药厂通常宁愿选一个分量比较大的 保护效果足够 因为如果你推出的疫苗效果不足够 重新再做 代价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对药厂 因为药厂真金白银 拿钱出来做研究 如果它失败了 要重新再做 那就非常昂贵 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 都会知道 Sanofi药厂 就是全球最大的疫苗药 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曾经意外 就将疫苗的分量减低了 减低了 就发觉做了出来的数据 保护不足够 要重新再做 那时候 那时候 Vizor和Montana 就已经将疫苗 推出市场买了出去 但是Sanofi到今天 都仍然未有一个正式的产品推出 可以想象 它的损失会相当之大 将疫苗 一针分几针来打 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家都记得 川普发展疫苗的时候 有一个叫Operation Warp Speed 就是要尽快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尽快研究疫苗 那一个行动 里面一些科学家 就曾经问过Modernia厂 你可不可以将疫苗的分量 就减低一半 似乎是减低一半 保护力 都和你现在选择的剂量 都是差不多 Modernia藥厂有些耍官慌 他都说 我们现在只知道 现在的剂量有效 而也有新的研究 显示 例如Modernia藥厂 最终它是选了100mg 在美国、台湾打的 就是100mg的Modernia疫苗 这个新的研究 发现四分一分量 引起免疫保护反应 就等于天然感染COVID 之后 所得到的免疫反应 就在乎 在实际情况之下 分量少了的疫苗 能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尤其是现在 那么多的变种病毒 传染性更加高 似乎有部分都能够 对抗到疫苗产生的保护作用 所以在这方面 仍然未有定论 不过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 找得出最低分量的疫苗 又能够做到足够保护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有望 减低疫苗的副作用 又更加帮助多些的人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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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